這麼多年了,什麼都夠了 我覺得你變了 你不是那麼多 雖然,夠了就不會這麼多 一次不中啊,百次不用啊 做人怎麼可以見義思前的啊 幹嘛個個都當我是罪人先 我還有權去選擇啊 面對重來重壓你,他做了這樣的選擇 換轉是你,你又會怎樣等 換狗熱潮,直捲泰國 香港人買狗公仔,買到去泰國 整隻去,整脫去 買本雪糕都可以換石頭 不用吃包都可以換到 不用排長龍,任你買 我第一次去買就生日,一晚買25個 跟著就再找多一個 今晚和你體真衣,瘋狗熱潮,橫掃泰國 我不喜歡和你一起 我還不喜歡和你一起 你出去,你出去吧 牛仔衫和絲綢襯衫,從不遷就對方 威力創造全新獨特的連體 雙自動洗耳機 雜波輪式和滾桶式功能與一體 大桶洗大量大件衣紋 細桶適合小量纖薄衣紋 既可單洗,又可同洗 威力天王星連體雙自動洗耳機 一機兩洗,大家喜歡 威力電器,明日生活新主流 珠江條牌,生州黃,粉味一流 色香味味,精選黃豆釀製 筆佳去精,又沒有人做色道 味道鮮美,令人喝采 珠江條牌,生州黃,味道鮮美,想點就點 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乘以六,等於一 十一萬七百五十八 對 哇,這麼多時間計到這麼高級的數字 真是聰明 原來是怕秒速心算培育中心學的 難怪成績那麼好 每個學童本身都有一定的持陣 要加上我們諸算班的啟發和訓練 就可以發揮出快而總括的心算能力 如果你都想增強速算能力 請積致念二三五六零八一二 解鈴了 又還是康富來,健康財富滾滾來 康富來靈芝養生丸 養生在家靈芝功效更佳 康富來補品,送禮自幼人人愛 減散開支,真是殺著越做越小 等待時機?那豈不是守株待肚? 就算個屎好番也未必輪到我了 計我說,現在才要把握時機 主動出擊,超越對手的時候 不想等運到? 那這個就是機會 我們的廣告一條龍計劃 為你提供全面的電視廣告策劃服務 不僅包拍包度挑 還有我們的藝人幫你做宣傳 有這麼強大的支援 你就可以放心全力出擊了 廣告一條龍,查詢熱線 二八三五四九八八 這個是你做電視宣傳 托展業務的最佳時機 把握時機,宣傳有道 你想回報 遮理寶丁喜之浪 現在是喜之浪遮理寶丁時間 下午六點正 頂張雅 1到2 3 2 1 6 2 1 1 2 2 3 四十個工會在國慶日發起反失業、減薪遊行 董建華在國慶酒會說 有信心香港會克服困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 全都可能已經撥入經濟碎體 詳細的內容 今年國慶日正正是本港失業財源減薪日 吹惡化的時候 四十個工會發起大規模反失業、反減薪遊行 要求政府正視的問題和保障工作 工人是有集體談判權的 李莊現在仍然在政府總部 李莊交給你講最新的情況 李莊 好 謝謝鄧景輝 其實參加抗減薪反失業遊行的四百多人 在大約半小時前已經結束了集會和平離去 不過在他們離開之前 就將在遊行期間一直綁在腰上的黃絲帶 綁在政府總部的鐵欄外 其實這些黃絲帶上都寫上了 他們對現時就業情況的不滿 以及對政府施政的期望 希望政府官員能夠真正看得到 臨走的時候 他們又將請願信交給行政長官董建華的代表 參加集會遊行的人部分是失業率高企 和減薪潮下的受害者 來自四十多個工會 包括最近被資方建議減薪一成的香港電信職工 另外還有外接融工和公務員的代表超過四百人 先在遮打花園集會 他們在腰間綁上黃絲帶 象徵逼於無奈要節衣縮食 帶上子女來的市民也都不少 帶他們來等其他政府和其他機構知道 其實他們有減薪或者裁員是會影響到我們的家人的 主辦團體批評僱主任意單方面減薪 皆因本港的勞工階層缺乏保障 如果現在高失業減薪已經成災的情況之下 政府是袖手旁觀莫不關心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社會不安的計時炸彈 我們希望今天是警告政府 希望政府積極些做些事 他們是在下週四點多遊行到政府總部 一致批評政府只是懂得保住大企業和地產商 投入數千億元托市 不單止治標不治本 亦都幫不到大眾市民解決失業困境 他們要求政府保障員工有談判權和知情權 並且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和最低工資 與此同時亦都要停止輸入外勞 其實遊行的人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解決現時的失業問題 另外他們亦都期望即將公佈的施政報告 能夠增加在教育和福利的開支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在這裡報導過一段落 加分給你 雲為君 謝謝你 李二壯 我們看看其他的新聞 特區政府在會展舉行國慶酒會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致辭的時候 感謝中央政府一直對特區政府的支持 他亦都相信香港一定能夠度過現在的困難時期 梁麗尚報道 國慶酒會已經是第二年在會展新役舉行 當局今年發出近9000張請簡 同意枉樣 嘉賓包括外國市節 駐港解放軍代表 行政立法議員 包括民主黨主席李柱銘 以臺上掛起五星紅旗和俱旗 酒會由行政長官董建華主持 他發表演說 提到金融風暴 令到全港市民面對來最嚴重的困難 但相信中央會給予支持 團結一致 就一定能夠克服金融風暴 帶給香港一切的困難 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中央政府和祖國的人民 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和支持 他最後向台上台下的嘉賓捉走 我們為祖國的強大欣賞 他捉完國家在下世紀有更輝煌的成就 壓制電視記者梁麗尚報道 今日在國慶酒會已經行的會場外面 兩批市民示威 分別要求平反六四事件 和安置上公屋 柳驚雄報道 四五行動大約三十名的成員 下午拉起橫額和大鼻花圈 由灣仔修盾中心 又去匯展新役 即是十一個慶酒會舉行的地點 六四未平反 六四未平反 善來多益 期間有大批警員在場監視 批市位置是要求平反八九年六四事件 六四未平反 六四未平反 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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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嗎? 我了嗎? 而首後 文政事務局就派出代表 接著他們尋請願信 另外 二十幾位來自鑽石山 和李玉門等區域的 遼屋居民 亦都在匯展新役出請願 抗議防委會较早前通過 對輪候公共人士實施入職 及資產審查 是網補低下階層人士的住屋需要 他們要求 一見房屋局局長黃星華 但黃星華並行出來接信 亞洲電視機長 劉鏡紅葡道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朝早舉行聖大家國慶星期禮 星期儀式朝六點多在天安門舉行 來自全國各地近十萬個群眾 在廣場觀看 二位慶祝建國四十九週年 廣場上明顯經過一番的佈置 四週六有花位作為創新 而在本港的灣仔會展金字經廣場 朝早亦都有升旗儀式 行政長官董建華出席儀式 四百個市民到場觀禮 廟美斯報道 已經廣場上空飛過 消防船亦都在維港噴水致敬 出席儀式的除了有董建華豐富之外 還有心華社分社社長姜恩署 還有國師局級官員 另外亦都有大約四百個市民 帶著旗仔來到 同樣是看星期禮 但一班新移民小朋友就追約得多 感覺很好 因為香港終於屬於我們中國人的地方 另外董建華中午就在前綁特府 班首分銷給81個人 雅兔電視記者 廟美斯報道 今天澳門 不少團體都有慶祝國慶活動 報仁團體搞慶祝活動 在開始前 才在會場門外燒了一條差不多兩層樓高的炮漲 燒完需要整五分鐘的時間 吸引很多市民圍觀 慶祝活動主要是一些歌舞文藝表演 而今晚澳門也會有櫻花會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 今年全球步入經濟衰退 而香港今年的經濟會出現5%的負增長 而中國今年也不能達到8%的增長目標 韓燕琴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份半年 發表一次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 下週主要國家受到金融風暴衝擊 經濟增長前景悲觀 報告預測香港今年會出現5%的負增長 明年經濟增長率也會等於零 基金組織又調低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測 掛收到長江水災、工業生產和出口放緩 加上嚴重失業問題以及通縮壓力的影響 預測中國今年經濟增長只有5.5% 比起今年4月預測的7%還要低 亦都比中國官方定出8%的增長目標為低 韓燕基金組織指出 北京當局推出連串刺激經濟的措施 包括減息、增發1,000億元10年期國債 以及在水災之後增加基建項目的投資 在未來幾個月都對中國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報告特別提到中國和香港維持人民幣 和港元匯價穩定 對亞洲經濟復甦具關鍵性的作用 投資者也會逐步對香港經濟回復信心 帶動經濟復甦 亞洲電視記者韓彥庭報導 至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對下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 由孫兆勤說一下 來自182個國家和地區的財長 和中央銀行行長 稍後會出席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的聯席會議 討論如何阻止亞洲金融風暴 觸發全球經濟大衰退 基金組織發表的報告 預測今年全球的經濟增長 只有2% 創7年來的新低 明年就只會微升到2.5% 而美國經濟增長也放緩 現在看不到有什麼因素 足以令明年的經濟有顯著改善 反而危機會深化和擴大 基金組織特別關注 被視為是亞洲經濟復甦火車頭的日本 今年會出現經濟負增長2.5% 比當初預測的零增長還要差 但是日本首相小冤衛生表示 政府會採取一切可行措施 否定基金組織的預測 不過日本中央銀行今天發表的調查顯示 中小型企業對於經濟前景的信心指標 跌到3年半以來的伸低 商界預料經濟衰退還會持續一段長時間 另外基金組織的報告也指出 在香港以外的亞洲三小龍 經濟表現最好的是台灣 有4%的增長 至於亞洲四小虎 印尼的情況最惡劣 出現負增長15% 亞洲電視記者孫蘇勤報道 我們先有車陣 稍後有人會報道 行走月廣貨櫃車司機的話 每晚都有原業事件 我們又會看看 澳洲合約大選 在野工黨承認勝算不高 天上有北斗星 女豪就有照應 處處多寬落 旅遊無寂寞 處處生活良 將你心照亮 香港中女做得好 香港中女之星 是你旅遊的北斗星 陪你漫遊千里路 香港中女做得好 Alan 最喜歡逛街買衣服 有渣打信用卡 供得好有節 省多點 麻煩給支持都可以 Sukiya 吃東西最適合她 去開的地方都有指 吃什麼這麼划 吃什麼這麼划 都是Ada好一點 一跟她去旅行 怎麼玩都可以 成功申請渣打信用卡 你送ACL室內無線電話 隨時接通更不分的優惠 只因你懂得消費 怎麼樣 紐西蘭 吞加拉巴 可以放肆飛的功能 就好 Niet Negatin Vibinde Norveggio Negerman 你就去意大利 那就有商量 全新的小洛比世界之旅 已經來到麥當勞了 28日任務 每天有不同的造型 麻煩說超值套餐 16分就有一個了 嘩 報告 好 全國帶來蘇一封香港 嘩 喂 明天 麻煩呀 西班牙 BB皮膚這麼柔軟 當然要小心虎虎 其實 你的皮膚也是一樣 強生嬰兒蜜糖護膚沐浴露 除了有蜜糖成分 滋潤皮膚 還鎖緊水分 BB這麼嬌嫩的皮膚 你從小到大都擁有 強生嬰兒沐浴露 這款新的小小意思 吳雲多泡白帽 新的小小意思 新的小小意思 新的你看 現在家屍99年全新貨品 價錢夠吸引 驚討人歡心 我喜歡用間 我哪裹像白帽啊 我是細白 香港月色好靚 美心伸出白蓮蓉月餅 更漂亮啊 她全部香港製造 皮膚蓮蓉 美心白蓮蓉 黃蓮蓉 好事食商 美心月餅 清信 屈神市蒸餾水檢定中心 不容許有任何不清純的東西出現 連想想都不行 屈神市蒸餾水 清信 自清自信 十全十美 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業務守則的規定 所有不適宜兒童觀看的電視節目 現已分類 家長指引的節目 內容可能含有成年人的題材 但是兒童在家長指引下 仍可觀看此類節目 而成年觀眾的節目 只適合家中成年人觀看 電視台必須將這些分類標誌 間歇顯示在螢光幕上 讓觀眾可以知道該節目的類別 歡迎各位參加988新影迷賀壽團 讓我點點名先 阿姐 占叔 子豐 學友 黎明 秀文 好姨 智安 蟲蟲 黑勤 提秀蘭 呂仲爺 餘仲爺 宇敬 我男子 出義 光理 狗術人 倫宗 甘仲爺 烈哥少爺 麥丁文 湊康爺 星期六晚九點半 壽宴準時開席 黃帝如色 仗義相救 遣將橫生 竟然因禍得福 寮齋 盧仙布蘭 星期五晚八點半 明珠台 報時信號 下由幸福雙豐數突約播映 現在是標準時間 下午六點二十九分 無線電視 翡翠台 由美酷影響亞洲和歐洲的股市大跌 董建華說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創傷 國慶日駐港部隊開放軍營給市民參觀 十分的日常使用 美國股市大跌二百多點之後 歐洲以及東南亞的股市都跟隨著下挫 歐洲跌主要的股市開市之後急挫 其中德國的跌幅比較大 跌了超過5% 法國就跌接近4% 英國跌超過2% 東南亞方面 日本股市再創12年來的新低 一度是跌穿13000點的心理關口 收市是跌了209點 除了受美股的影響 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日本今日公佈的企業信心指數惡化 創下三年半以來的新低 至於東南亞其他地區 跌幅就是介乎百分之零點多到百分之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 全球正在面臨經濟衰退 呼籲歐洲主要工業國減息 來刺激經濟 由黃仁義報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全球經濟報告 將今年全球的經濟增長 由去年預測的3.1%收定為2% 而明年就收定為2.5% 報告亦都預測 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達不到目標 只有5.5% 主要是因為水災和內部需求減弱影響 至於香港 報告預測本港今年經濟會收縮5% 明年的增長會是0% 而通脹亦都會逐步收縮 到明年甚至會出現通貨收縮 基金組織的經濟研究員認為 雖然收定了明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目標 但亦都未必一定可以達到 因為各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 而是互相關聯 互相影響 除了亞洲和俄羅斯經濟不景 新興的拉丁美洲市場情況 亦都同樣令人憂慮 美國經濟是否會放緩 更加是全球的焦點 無線電視記者一往日二回到 行政長官董建華 在國慶酒會發言的時候說 金融風暴對香港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香港市民正面對幾十年來 最嚴峻的困難和挑戰 無論我們所面對的形勢是怎樣的嚴峻 我確信只要我們堅信 有很強力的信念 鬥志頑強 團結一致 就一定能夠克服金融風暴 帶給香港的一切困難 一定能夠消除 泡沫經濟帶來的惡果 提高香港的競爭力 走向經濟復甦的探討 今天是49周年的國慶 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官方安排了十幾萬個 對抗洪水有功勞的代表 勞動無犯 少數民族代表和各界人士 參加按照6點10分 日出時候的升旗儀式 生活期儀式正式開始 而兩個小時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外面都舉行了升國旗儀式的 不要動不動 他們選了看升旗做這個假期的一個節目 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幾百人一組就在會展外面等看升旗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行政長官董建華 在到場之後 先後走馬去同為官的人握手 出席儀式的還有其他官員 行政立法議員 中央政府駐國官員和駐港部隊司令員 儀式在8點鐘開始 董建華還一直跟著音樂唱國歌 在升旗儀式之後 還有其他表演慶祝 無線電視記者無動報道 雖然行政長官董建華 呼籲市民團結面對經濟困境 不過下午就有400多人遊行到政府總部 抗議近期連串的減人工和裁員事件 劉少邦報道 示威的400多人分別來自40多個工會團體 他們下午在中環遮打花園集合 抗議近期的減身和裁員浪潮 他們當中包括有外地融工和一些公務員團體 他們說僱員面對資方的減身和裁員威脅 並不是甚麼都做不到的 只要僱員團結起來反對 是可以化解問題的 他們希望僱主在減身和裁員前要先和僱員商量 團體之後遊行去政府總部 參與遊行的家庭容工阿玲說 他也有些朋友給僱主減了薪金 本來我可以計算二千元 到現在來說減了七百元 會回去或者多錢 不過那邊的經濟都好像這些那麼貴 另外一些工務員工也都擔心 明年他們都要減薪 現在市的影響很大 其實我們由政署那裏 對我們的員工已經有一部份已經減了 但不是人工那方面 就在一個所謂OP那方面 發起遊行的團體說 他們下一步將會在議會裏提交法案 要求恢復打工者的集體談判權 以及設立最低工資 無線電視記者劉兆邦報道 趁今日是國慶日 平時跟香港市民沒有直接接觸的駐港解放軍 就開放了海陸空三個軍營給市民參觀 其實軍營開放這次不是第一次的 有駐港解放軍就表示 開放軍營是可以令到市民 多點了解駐港部隊的情況 由李嘉文報道 早上九點大批市民已經來到石江軍營 霸佩定好位置看駐港解放軍的表現 石江軍營這裡是回歸之後 第一次開放給市民參觀 由於這裡是屬於空軍軍營 最吸引市民也是這裡的直九B型直升機 而每一架都值三千萬人民幣 目前是我覺得直升機是最新的 有解放軍說 多點跟市民接觸有好處 肯定會對我們好些 覺得我們會親切些 沒有有些傳言那麼捨 正常的友好勾通很有必要 主要不影響正常的工作 和我們的軍事 應該是可以多點的 全場唯一一個女軍官就最受注目 市民對軍營內很多事都很有興趣 市民參觀之外還可以唱卡拉OK 有解放軍親自幫他們打碟 今天除了石崗之外 昂船洲海軍基地這裡 和赤柱軍營都開放半咒給市民參觀 這次開放日的一萬二千張入場圈 之前已經一早派了 至於市民下一次 何時還有機會來參觀 暫時就沒有公佈 無線電視記者李嘉文報導 特區第二屆授勳典禮 今天舉行一個是有83個人 獲得頒授勳涵和獎章 其中兩個救人時候喪生的市民 獲得追頒金英勇奮的 由陳蓉怡報導 授勳儀式今早10點半 在前總督府舉行 由行政長官董建華主持 四人獲頒特區最高榮譽的 大紫荊分章 爆破前香港澳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沙利士 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文 電視廣播有憾公司主席邵逸夫 同機管局主席王寶欣 另外追班了兩個金英勇分章 由他們的遺商代領 爆破曾經在今年6月黑色暴雨中 擁救了一個小孩子之後 不幸浸死的李營光 和在去年8月在赤柱落海救人之後 失蹤的英籍工程師 另外今次也頒頒頒頒了金紙巾聲張給13人 以及銀紙巾聲張給18個各界的人士 其他對特區有貢獻的紀律部隊人員 以及英勇勳章 今次辦事的勳章和獎章 總共有83個 無線電視機就是一層玉兒報道 落華村敏華樓 鹹水駁入食水喉的事件 水務處表示 到現在為止 證實有兩戶是有非法接駁水喉 正考慮提出檢控 而當日設有非法裝置的住戶 偵測除有關裝置 莫而端去跟這個住戶談過 敏華樓35樓 被指非法接駁鹹淡水喉的住戶 已經拆了一部分的裝置 戶主說他們雖然是非法裝置 但是應該不會污染食水 防署就說 關了制不保證一定不倒流 水務處檢查了敏華樓900多戶 發現有兩戶非法將鹹淡水喉拋賣 正考慮檢控有關的住戶 除了一些公共屋邨 其實是一些私人樓宇 特別是舊樓 也都是有人私下接駁鹹淡水喉的 旺角這個舊樓單位 住戶因為間中沒有水沖廁 所以自己駁了後 將食水引去沖廁 爆鹹水管都可以令到暫時沒有水沖廁 在過去一年 就發生了七八宗爆鹹水管的事件 水務處說 他們通常在一兩天之內 就可以搶收好爆裂的水管 如果長期沒有鹹水用 就未必跟水務處有關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他們內部的水管受損毀了 他們都沒有即時安排去修理 他說非法拨後 最高刑罰是罰款五千元和坐牢 浮仙電視機就在莫宜端報道 等一下回來我們會看看香港怎樣可以加強科技研究和高科技工業 羅湖海關三道暫停出來旅客國運 香港木球隊參加亞洲賽 《奇妙的歡樂之旅 歡樂谷》 《奇妙的歡樂之旅 歡樂谷》 不斷互連 它不行BHA防腐劑和人造色素 为了你們9個傢伙的健康 我建議你們在宗物店選產後維斯堡自然盛行 視书章一線2465-0228 喂喂喂 你們說甚麼啦 慢慢說啦 喔 現在就是《懶觀曲奇禮合裝》 憑盒上的電腦條碼加60港元到指定商號 就可以戴上一套四隻的天使得W回家 nehmen了 嘩 詳情請盡目表grass縛誌廣告 受此影响 再加上投资者普遍认为 美联储前一天降息的幅度太小 美国和欧洲股市当天全线下挫 到从此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全天下跌了2.9% 欧洲股市平均跌幅也达到3% 美国总统克林顿9月30号宣布 98年度政府的财政收入超出支出约700亿美元 这是美国自69年以来第一次实现年度财政盈余 因此它敦促国会支持当前有助于缓解财政赤字的财政政策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慢 有关人士怀疑美国的财政盈余状况能保持多久 伊朗军队9月30号开始在伊朗东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 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是伊朗一个月内在伊阿边境举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伊朗方面称 演习的目的是提高部队进行大规模战斗和迅速反应的能力 并检验新式装备的作战能力 但分析家认为此次演习仍然是向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施加压力 或是其在伊朗外交关于害和阿富汗内战问题上 接受伊朗提出的要求 好观众朋友下面再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稍后在播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九周年文艺晚会 全岛站频道娱乐台 女人可以扶作一国众徒 女人可以摧毁一国众徒 女人不看得少 因为她随时都做了皇帝 有线黄金时间 最多节目选 今成母的第一次 富泄的场 上帝耕我多一点时间 今晚陆重登场 次选八十二台 全港独家首播 莫文蔚 葛文费 电影一台强发版五星级首映 初前暖后的二人世界 会聚中港学生强震演出 国民艺晚会 娱乐台兼唱直播 有线黄金时间 最多节目选 高举日本收视榜 最受欢迎的情侣 出人意表结局 掀起全港与潮 中黄游特约 富士剧层之 顺帝给我多一点时间 而已在自选八十二全日播映 日经订购随时任期 订购全套十二集 只需二百元 兼顺日剧偶像年历 还有机会由日本 还有得到原唱主题曲 CD 订购热线一百三二八三二 看日剧 肯定都有线啦 订购整十四年 我认购的小时候 认购出头很冷静 每件事发生都好 他真是去面对 反而做朋友 很害怕他有时 他找一段 是可以持久道路的 你好知我想起什么 绝对 我那么输直性格的人 我比这么大成大性格的人 在这个圈里面 有人就挺幸福的 很久都很顺利说话的 自己的情绪 可以控制一点 我认购的小姐 不要 对啦 开心那时候 就不要那么疯狂 搞事搞事 有先事事娱乐台 香港同胞,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九週年民禮晚會,現在正式開始,請全體起立。 教授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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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某地鵉嘴 學完 integr behold 教授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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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瓜ھ societ 教授 共和國成立49週年籌備委員會主席團主席霍英東先生支持 各位同胞、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9週年國慶日 再者普天同慶的日子裡 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 假助香港體育館 舉人盛大的國慶文藝晚會 我夢大家踴躍參加制製一堂 本人謹代表 國慶籌委會向大家表示熱烈的歡迎 香港回歸祖國一年多來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貫徹落實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領導的特區政府 積極進取歷精圖治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特別是面對亞洲金融風暴和國際炒家的衝擊 特區政府沉著應戰 採取了必要的干預措施 堅守聯繫活律 穩住了香港經濟的大局 祖國內地部分地區 最近遭受罕見的特大洪水襲擊 內地軍民上下一心 眾志成城取得了抗洪搶險的決定勝利 香港市民也本著血濃於水的情懷 勇躍向內地災區捐款贈物 內地正努力將災後工作做好 確保今年8%的經濟增長率 相信經過全體人民的團結奮鬥埋頭苦幹 今年中國內地的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同胞們香港經濟正處在一個調整時期 特別需要我們發揚主人中的精神 團結一致保持信心 共同奮鬥克服困難 今晚的文藝晚會有幸邀請到來自內地和本港藝術團體 以及演藝界知名藝賢 共同演出讓大家欣賞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 我緊代表國慶籌委會 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同時也要多謝熱心贊助晚會經費的各界人士 最後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 多謝各位 多謝霍應東博士 現在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今晚的大會司儀 沈殿霞小姐 沈殿霞小姐 吳嘉廉先生 楊蘭小姐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49周年的文藝晚會 我是無線電視台的沈殿霞 祝大家志日快樂 我是香港電台的吳嘉廉 大家好 我是鳳凰衛視中文台的楊蘭 歡迎各位的光臨 同時也歡迎各位觀眾和聽眾 透過八家電視台和電台收看和收聽我們今天的晚會 韓另外的朋友們 大家好 多謝大家的光臨之餘 也要多謝張學友 連同警察樂隊和三百位組成的大合唱團 用紅壯的歌聲領唱國歌 也都為我們今晚文藝晚會 揭開一個莊嚴的聚幕 不知道大家剛才有沒有留意到 當大家合唱國歌的時候 非常合合 充分表現出我們有一份團結的力量 我也有這種同感 距離今日國慶的大日子 還有四天就是中秋節 中秋節在中國的傳統節日裏面 是予以著團圓歡聚的 而今日國慶大日子 所有中國人都一齊來慶祝 也都代表了中國人團結一致的精神 那就好像今天的晚會 也是由香港和內地演藝界的精英來共同演出的 相信一定會帶給各位國慶節所特有的那一份 喜慶快樂和諧團結的氣氛 今天我相信香港和內地都有很多國慶的活動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齊看看 十月一日國慶 是一個全國人民歡騰的大日子 在今朝早清晨天安門廣場上 就有一個莊嚴隆重的升旗儀式舉行 其實年日來 外地為了迎合國慶這個大日子來臨 已經舉辦了多次大型文藝晚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韓然踏入四十九州年 全國上下都為著這一日而感到興奮 廣場上的群眾 看著隨隨升起的五星國旗 都縮立仰望 而是今朝早 我們香港亦都有一連串的慶祝國慶活動舉行 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董建華先生 聯同一班政府議員 在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主持升旗儀式 為今日各項慶祝活動揭開序幕 市民 亦都一早來到現場觀看升旗儀式 場戀十分熱鬧之餘 亦都表示了港人對祖國的熱愛 在儀式進行當中 香港飛行服務隊 亦都穿梭於空中 展繞著國旗和香港區旗 另外香港多間學校 在今朝 亦都有升旗儀式進行 表示他們對祖國的擁戴 至於市民對國慶有甚麼感想 我們一起來看看 回歸校的國慶是越來越多 現在回歸校的國慶是越來越多 現在回歸校的國慶是越來越多 香港自己主權 現在回歸校的國慶是越來越多 另外 今日中午在維園 亦都有一個大型的國慶加年華會舉行 當中有千人泰極操 攤位遊戲 比大家歡到一個 這麼有意義的假期 駐港解放軍的三個基地 在今日亦都開放給市民參觀 一起唱卡拉OK 軍民和樂 不平日難得一見的解放 違法